好 那你講了美食那個熱狗 我就講那個韓國的糖粗肉 因為韓國人就是這個 反東 反西 對 因為這個 因為有一些人知道 這個東西是糖粗肉嘛 然後這個吃的方法有兩種 一個是拎著吃 一個是站著吃 但是韓國就是 我是喜歡拎著吃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不喜歡吃 不喜歡拎著吃 如果 因為那個一代拎了之後 就是回不去了嘛 但是我跟朋友一直吃的時候 我是拎著吃 我直接倒上去 把那個醬汁倒上去 然後朋友就翻白眼 我是沾著吃的派 我是拎著吃的派嘛 為什麼你要拎著吃 你為什麼那個 沒有透過我的統一 然後我就說 這樣比較好吃 有什麼差別嗎 他說說 差很多 因為那個口感都不一樣 對我來說 我說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一直吃嘛 吃著吃 他一直碎碎唸唸 碎唸唸 這樣不好吃 我就覺得不好吃 不好吃 不好吃 然後我就說 那你再點一個 然後他就自己再點一個再吃 對 那為什麼要拎著吃呢 沒有 拎著吃真的好吃 就是有些人想要站著吃 對啊 你可以把那個醬汁拿到你 弄一點到你的盤子裡 對啊 很麻煩啊 哪裡麻煩 這樣子很麻煩 我就很麻煩啊 你就要拿你要的份量 你拎在你上面啊 你幹嘛強迫別人拎著吃 我就喜歡這樣吃啊 他就喜歡站著吃啊 我就喜歡這樣吃嘛 他就喜歡站著吃啊 你拎你的 我拎我的 你也是 你也是AB型嘛對不對 那你也 對 我就是AB型 所以AB型的 AB型 AB型 那請問各國人 在遇到哪些事情的時候 會有OCD 就是強迫症呢 你們有去日本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覺得 在那個捷運裡面 每一個日本人 都長得完全完美嗎 他就是 沒有任何的缺點 很恐怖 我就是 在我們台灣啊 如果去上班族的話 你穿一個西裝 你有做到那個樣子 你有褲子 這個鞋子 領帶 不要髒 OK啦 都動頭髮 OK 過關 在日本 不 你在日本你看 每一個人都看起來 他是全新的 今天是第一天的 我那個時候嚇到了 我有去就是住 日本的朋友的家 我跟你講喔 他早上喔 要準備出門的時候 他很早很早出門 那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在裡面化妝 化很久 OK 這我本來就知道 好 低著一個小時 問那個 那他畫完出來 你還認得他嗎 他畫完出來 我就要重新習慣一下 那 重新習慣一下之後 就是他在清理 他已經穿好的衣服 他有那種 用一個 一個那種 他會黏那個毛 他會這樣一直滾 滾的 滾的 他的衣服 如果他有一些多的毛 就不是那個本來那個毛衣的毛 一定全部要弄掉 他去穿鞋子 刷那個鞋子 冰冰的 可以看到你自己 在鞋子裡面 那個時候他才出門 我覺得他有病 隔一天我也要跟他出門 我出門我就坐在捷運裡面 我發現 每一個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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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唯一一個 髒的 在捷運裡面 我也算不髒 我算正常 我覺得那一天 我覺得我自己很髒 我們先幾個禮拜 就是他的生日 他說 我就說我請你吃飯 然後就是去他家載他 他說 我在樓上 我已經快花完了 我在樓下等他二十分鐘 那他下來就說 沒有 我今天沒有什麼化妝 連接毛 比我現在的熟子還長 對啊 然後想說 你不是說你沒有化妝 沒有 就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那這裡是紅的 跟什麼 跟你的衣服一樣 他想說 我沒有什麼化妝 就一點點而已 那什麼意思 杜力 你剛剛講的內容 我們都不在乎 我們在乎是 這是你們第一次約會嗎 為什麼你說這樣子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第一次兩個人 上杜力親身 對啊 杜力 我生日都沒有飯吃 杜力 你都沒有單獨請我吃過飯 對啊 因為你太忙了啊 杜力 杜力 什麼樣的情愫 杜力我不忙耶 杜力 幹什麼東西 你們兩個 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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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電眼就是放在一起啊 而且她這樣子心裡面想說 沒禮貌 這樣的話如果回家的時候 如果冷掉 味道就是不要嘛 或是奶茶熱掉了 對 然後後來我剛剛電眼說 可不可以就是分開種 那她說她的表情變成 不開心的樣子 這樣子 為什麼分開種啊 這樣子 對 台灣都裝一起 沒有啊 環保啊 聲音就塑膠袋 那你家分開 她會問你說 那你不要多買一個 對 要多買 韓國人也有強迫症 就是喝咖啡 因為大家都以為 義大利人最喜歡喝咖啡嘛 但是我覺得不是 韓國人最喜歡喝咖啡 韓國超多咖啡店 韓國人很喜歡喝咖啡 而且有強迫症 就是一定要吃碗東西 一定要喝咖啡 因為我常常在工作嘛 什麼不管是翻譯工作 或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我見到那個客人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是 第一句話就是 這裡哪裡有那個Stockbox 哪裡有那個星巴克 然後我就說 在那邊 OK 好了 然後我們就吃完早餐嘛 吃完早餐好了 然後她說說 我們一起去那個星巴克喝咖啡 好 喝了超大杯的 每次咖啡喝了嘛 然後過不了多久 吃完午餐 我們去喝咖啡 好 每次咖啡又是很大杯 最大杯 然後中午就是 下午就是比較長嘛 所以中間要吃小吃之類的嘛 然後她又口渴了 我們去星巴克喝咖啡 喝那麼多耶 真的認真的喔 然後吃完晚餐 我們去星巴克喝咖啡 我那... 我那一天喝了四杯咖啡 超搭的 怎麼會睡不著 醒了三天 沒有睡得很舒服 怎麼會 我們已經習慣了 對 這邊有在座 我們有沒有去過新加坡 超過一次的有沒有 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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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現兩次都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新加坡人有那種 像 翻新強迫症 對 就我每一年回去 我會發現 整個面貌都不一樣 比如說機場好了 一下子我每次回去 這邊就有工程 這邊就翻新 永遠看不到以前舊的回憶 像很多雇物中心也是 我今天去我還迷路 我有一次 我自己本國人我去 我迷路我自己嚇到 因為以前我是 可以說是那個 混那百萬萬 地圖這樣子 就每個人都在問我路 哪裡哪裡 結果我自己迷路 會不會有可能是 你老的 也不是 因為他一直都在變新的 是一力衰退 你只要兩三年不去 他整個購物中心 整個拆掉 換一個新的這樣子 除非是政府說要保留 要不然全部都是 像小販中心什麼 然後都會說是 因為為了可能環境 或者是要提高 我們的那個 生活的素質什麼 一直變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說 變得太快 第一會迷路 第二就是以前小時候的 記憶 回憶沒了 不見了 對 然後再講一個例子好了 有一次大家那個 我有一個朋友 從台灣就是來住 那個新加坡 我要去找他 跟我講一個某某飯店 就 這是什麼飯店我沒有聽過 看一下地址 奇怪 這個明明不是那一間 然後過去 這同樣一間飯店 換了一個名字 換了一個裝潢這樣子 甚至有很多 那個小黃的司機 也是跟我抱怨 然後說開了二三十年的那個 因為他們不用GPS那些 就是比較不會 老司機你一講他就知道 對 一講都知道 結果跟他說 我要去這間飯店 他說在哪裡 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查給他看 我說地址來這邊 他說不是啊 這個不是本來是什麼什麼飯店的嗎 結果去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換過了 可是這樣 城市進步得很快啊 對 就是連 就是那老司機都跟不上了 對 變得太快了 英國的強迫症就是 關於茶 這種事情 我們就是 你到錯的話 我們不會喝 你知道那個程序 就是一定一定的 就是先把空杯放茶飽 然後放熱水 然後放 如果你想要的話 加糖 最後就是奶 然後就是放一分鐘 一兩分鐘它是成熟 就是OK的 而且你不是說你們腳是前後嗎 不能這樣腳 對 不能捲起來 就是 它只能前後 但是那個沒有很嚴格 就是 它的放什麼東西程序 比較重要 如果放錯的話 還是程序有一點不一樣 英國人不會喝 我就會拒絕 就會假裝說 喔 謝謝 喔 好 好 OK 就是回去 如果杜利斯幫我倒茶的話 我就這樣 如果是一次看過 他倒我自己要喝的茶 我就 就不會喝 喔 謝謝你 OK 然後開始假喝 但是如果它是對的 我受歡迎 但是我們真的真的 這件事情真的 對茶很強迫 強迫症 對 英國強迫症就是這樣 可是其實我覺得 強迫症這件事 不只是在國外 其實我覺得台灣本身 對有一件事情 也超級強迫症 就是什麼事都要拔杯 就是跟什麼事都要拜拜一樣 對 可是他們是一定要 拔杯去求籤的 因為像我之前有個朋友 還有個男朋友 很爛 就是我們說姐妹 都是一直覺得那個那麼爛咖 渣男 你就趕快分 他就說沒有 他之前有拔杯求籤 這是他的真命天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一直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只好看你什麼時候 會自己清醒 有一次他終於 就是好像要清醒了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我們說怎麼樣 所以要分了嗎 要分了嗎 然後他就說 對 我覺得我 我應該要分手 可是等一下 我要先再去拔杯一下 我要確認這件事 然後我們說天啊 還要再拔杯 我就OK OK 那我就陪你去廟裡 他拔了一個小時 因為拔不到杯 那三個醒杯才能求道歉 我在旁邊走到快瘋掉 我就一直想說天啊 大小姐妳要多久 他就一直說等一下 我沒有拔到 一直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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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在那邊 好好好 然後我最後真的受不了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覺得呢 你拔不到就算了 就是分手這種事情 你就本人自己決定就好 你不要一直去煩神明嘛 神明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 神明可能下班了 對 你就乾脆就是 就自己決定就好 他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繼續拔 遲到有才可以 好 我覺得很可怕 很執著 很瘋了 對 而且聽了那麼多 生活幹嘛弄得那麼累 是啊 凡事時可而止就好 放過自己也放過別人吧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